三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影帝影后誕生了 現在就是押軸大獎 最佳電影 今年入圍最佳電影有五部 包括寒戰 逆戰 低俗喜劇 消失的子彈 車手 各具特色 盡顯港產片的創意 還有獨特的戲路 風格 張惠人 來到這一刻 你有什麼感覺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就是根本沒話說的 但是來到這一刻真的想說些話 我記得很多人見到我們都說 香港電影是不是走近下坡 有少許低潮會不會危險 我想跟你說 你只看今晚你就知道 是一定不會 因為你看到 我們電影圈是多團結 每一個人在家聊天 都是像家人聊天般的 還有一個我更加需要多謝的 通常頒章天禮都是提名才來幫我們頒獎 但是有很多人是靈 只是付出 郭富城 剛才是秋生 丁尼 鵬哥 沒提名 一樣回來我們大家聽 多謝你 更加要多謝兩個人 給你說 在這時候 我們繼續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的班長嘉賓 劉德華 劉家寧 劉德華 劉家寧 一來就來到差不多最重要的時刻 每一次都會跟我們說 麻煩可不可以在後面想清楚 講一講五部電影對她的感覺 如果最佳電影來講 在這麼多年來 我碰到很多 亦都很希望每年都選到一些最佳電影拍 但是每一位都會錯失這些機會 所以以下下來 我想問一問劉小姐 為什麼不客氣啊 這五部電影 你覺得哪一部會有機會呢 好嗎 結果就是這裡 好 第一部 杜汶澤 鵬哥 放很長聲 你們拍了這部低俗故事 喜劇 sorry 我也不是很敢說這些三級劍的名字 首先恭喜你 Dada 恭喜你 每一次從很多不同的場合都見到你 很希望可以有機會踏上電影這個行列 恭喜你 希望你前途此感 哈 這部戲呢 他們將我們 電影人裏面的新宣史呢 通過我們的影像呢 能夠給大家看 那你認為這部戲是怎樣呢 OK啦 幾好 彭先生聽到啊 OK 第二部 是車手 車手他將六千轉兩米 將不可能拍成可能 你又怎樣看呢 一般般啦 可以 嗯 第三部 消失的子彈 雙影帝 有沒有問題呢 一般般啦 說話很難聽 哈哈哈哈 好了 接著就是一部 非常厲害的逆戰 好知過益 又怎樣看呢 可以接受啦 嗯 到小弟 想介紹的韓戰 韓戰 又怎樣看呢 一般的啦 有我喔 那又怎樣呢 都沒有梁朝偉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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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大家的掌聲這麼厲害 不如看看入榮的名單吧 哈哈 哈哈 榮樂提寧最佳電影包括 有限公司 繼續喜劇 出品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監製 彭浩祥 梁啟源 我是說 捕龍哥頭女 播戲怎會不行呢 你加上它 這麼爽 這是定律來的嘛 車手 聯合出品 還押電影有限公司 人東機構有限公司 監製 刀其風 鬆角 消失的子彈 聯合出品 英王影業有限公司 樂視娛樂投資北京有限公司 監製 李東升 羅曉文 鐵戰 聯合出品 英王電影有限公司 北京平均星光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華爾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監製 梁共英 利瓦博 蘇智雄 黃忠磊 我不可以被返犯知道 韓戰 聯合出品 安樂影天有限公司 銀刀機構有限公司 萬有引力丁有限公司 監製 剛志強 鄧漢強 何韻明 管東堯 這五部都是今年香港非常有誠意 和很精彩的電影來的 但我們應該給他們一點掌聲 跟所有投資者和所有導演所有演員說 其實今年我們真的做得不錯 希望未來的一年裡面我們會更加努力 多謝神 第三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電影 韓戰 韓戰 監製 江志強 鄧漢強 何韻明 本東堯 由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銀刀機構有限公司 及萬有引力丁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這部電影向今晚也同時得到 最佳視覺效果 最佳音響效果 最佳原創電影音樂 最佳剪接 最佳新演員 最佳男主角 最佳編劇 最佳導演 合共九個獎項 恭喜大家 我都很緊張 不好意思 因為我都很緊張 有份參與嗎? 恭喜大家 首先我在這裡 多謝大會 多謝評委 順帶講講 今天能夠在台上有機會 今年能夠和吳詩遠導演一齊獲獎 是我的榮幸 吳詩遠導演是我們做電影奮鬥的目標 要多謝的人 剛才嘉輝也多謝了很多人 我都特別講講 多謝劉德華先生 多謝郭富城、嘉輝這麼多人 還有特別多謝 當時特別在北京飛下來幫我們的馬伊莉小姐 還有有一個人 今天我們留下的 是在幫我們做特技 今天的獎兒 忘記了講他的名字 是He-Man 多謝你He-Man 因為觀眾才是令到我們到最大成功的原因 其他要多謝的大家都 多謝 多謝 韓戰的位老闆 安樂的江山 Irresistible的Mr. Hugh Simon Afex的Chiba-san Dr. Kititani 台前幕後的所有同事 小美姐Janette Irresistible 安樂 銀刀機構 北京和香港的所有同事 老闆還包括銀刀的宋總 坤哥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恭喜 恭喜 大獲全勝 實至名歸 因為獲得最多的獎項 就是這部電影 所以他獲得最多的獎項 是應該的 恭喜 今晚我們所有獎項都頒了 是 去到我們鄉電影金像獎的尾聲 在這時候我們也要邀請 所有今晚的得獎者